消防隊救護車抵達到工地 看到了救護人員帶著單架以及旅梯 進到了工地裡頭 因為傳出有工人受傷 這個地點是在高雄古山區 異想天地B館 在今天早上的11點多 傳出有工人受傷意外 只是這一名工人 他當時疑似是要來進行 傳送泥料的工作 卻在途中疑似是失足 整個人是跌落到了地下一樓 年約四十多歲的工人 是已經明顯死亡 因此沒有送醫 而警銷人員抵達到現場 其實已經是要來進行後續的搜證 也看到了其實在下午的時候 陸續都有勞檢處的人進到現場 據了解異想天地B館 規劃地上二十九層地下六層樓 而預計是在十一樓到十四樓 將來設立影城 近期才確定是知名影城要來進駐 不過預計完工時間是在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是B館的開幕日期跟規劃 目前都還不明確 不過傳出有工人 失足的意外 目前檢調都還在釐清當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